季学长 我很高兴你来看我 你坐下吧 我们聊聊以前的事情 还好你来了 天天这样躺在医院里 真是闷死我了 秦桓是故意的 就是要让季生思看清事实 这个世界上 他不珍惜它 他要折磨它 要报复它 那也有别的男人是护着他的 他也要让季生思深深体会下 那种死心裂肺的感觉 我一听到你出事 我哪还顾及到别的 现在看你没事 我也放心很多了 身体慢慢调养 我会陪着你 照顾你的 运气不好 掉了一个孩子 障碍没了 我以后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之前还提心吊胆的 现在真是轻松了 秦桓笑页如画 说的话 也是那么云淡风轻 寄生思手指钻紧成全 秦桓的话 无非是在刺激他而已 孩子是他们之间唯一的羁绊 现在没了 连他也留不住了 秦桓诺知道秦桓这么说是想提醒自己 关于他的一些遭遇 以及他跟季生思的过去 可他并不在乎 或许你们之前没有缘分 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你现在需要好好静养 把身体养好了 以后一定会心想事成的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 秦桓想了想 嗯 我想吃煮玉米 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 这个简单 就算附近没有 我也去菜市场给你买了做好 那你在这儿乖乖等我回来 我去买 好 秦桓诺温润的脸上一直笑 然后起身站起来 就迎上站立着的寄生思 避开寄生思那犀利的眼神 侧身从他身边走过 朝外走了出去 你在故意气我 是不是 秦桓像没有听见一样 当寄生思的存在 像一缕空气 寄生思胸口一阵刺痛 以为今晚一起吃饭 唱歌给他听 可以将两人的隔阂拉近一些 看来是他想多了 秦桓还是那么无动于衷 不肯原谅他 不肯给他一个机会弥补 宁愿相信季航诺 也不愿多看他一眼 迈步走上前来 居高临下地逆着秦桓 那淡然的样子 秦桓 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刚才你和季航诺那样 眉来眼去的 你想把我气疯是不是 气疯 到底是谁把谁气疯啊 抬眸直视着他 齐老板这是生气了吗 我只是跟我学长 说两句话而已 难道犯罪了吗 你要气疯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就算气死 也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所以 拜托你不要在我面前演这些苦肉戏 虚情假意的表现 你很在意我一样 你是担心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你在季家的地位会有所动摇吧 如果当初学长不记得你对他的那份恩情 你在季家就没有一点稳固的地位 随时都可以被他们踢出局 你知道我跟学长走得近 还想着拿我要挟学长对你妥协吗 还是你觉得他会因为我而放弃跟你争呢 季深思没有打断他 等他说完之后 他也笑了 我这几天留在你身边 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想要的东西 还得靠你秦桓去夺取是吗 你说的没错 我当初就是用我一半的骨髓 去换得我现在这季二少爷的身份 我拿着半条命去换来了金钱 地位 权利 但我告诉你秦桓 我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如果脱掉我是季家人这身皮囊 我跟路边的乞丐一样 或许在你的眼里 我就是那么格格不入 我就是那么卑鄙 无耻心狠毒辣 满腹心机的人 没关系的 你要怎么认为都行 只要你留在我身边就行 我不在乎你抱着什么样的态度看我 你摆出这么一副悲伤面孔干什么 你拿半条命换的生活 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又没有人强迫你选这种生活 为什么要我可怜你啊 我还真觉得你挺可怜的 秦桓望着他冷冷一笑 然后转过身去躺在床上 背对着他 季神司站在床前沉默了片刻 就转身朝外走去 第二天一早 墨爵就出现在秦桓的病房里 跟他一起的还有季昂诺 秦桓知道今天出院 也早就换好衣服 看到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 他也有些证然 同时秦神司和洛白月 林泽三个人 也一起出现在他病房里 秦神司脸上一直一抹冷笑 你们来得挺早呀 秦神司 废话不多说 搏斗的事情可以开始了 晚上八点 飞扬拳机场 我见不散 希望你不要当一个缩头乌龟 不敢来 墨爵就跟秦桓站成一排 像个大哥哥一样守护着他 秦神司看到墨爵护秦桓在身后 眼神一立 既然你说了是晚上八点 现在离八点也还早啊 你这么趾高气扬的 出现在这里费什么 这两人一见面 似就要争锋相对起来 秦恒诺立即出声道 你们别吵了 有话好好说好吗 这里是医院 不是菜市场 赌约时间是今天八点没错 但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 而且今天是秦桓出院的日子 我们作为朋友来看他 有什么不应当吗 秦神司吃笑 你是朋友呢还是以哥哥的身份 什么身份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他走到秦桓面前 抬手将他肩膀按住 如果以朋友的身份 那就记得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现在还是我的女人 如果是以哥哥的身份 那请你记住 你跟他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 别让彼此都难堪 我们的关系清清白白的 秦神司倒是没想到秦桓会反驳自己 还是当着他们的面 在秦桓眼里 他是不是已经可有可无 秦神司看着他 语气里透着一丝怒意 你们是不是清白我知道 他烦躁了松开手 然后脉步走了出去 飞扬搏击场 秦桓边走 并寻找着那么熟悉的身影 终于看到了他 只远远看到前面 数十米搏击擂台上 秦神司并没有穿装备 只是赤手空拳站在上面 而他对面站着的人是墨瘸 两人已经满头大汗 显然 他们已经开始搏斗了 跟在秦桓身后的秦昂诺 也是满目震惊 擂台下面 呐喊声不断 擂台上 秦神司刚被墨绝一脚 踹在左脸颊 顿时能感觉牙齿 都有些松落的感觉 他的腿还没有完全康复 有时候还使不上力气 所以他的动作和反应 都会迟钝一些 对面的墨绝身形很稳 连一丝气喘也没有 刚才的交手 他发现了秦神司的腿有伤 动作迟缓 想到这 他嘴角勾起一抹狂妄的笑意 身形一晃 手中拳头直接挥向 秦神司的右脸 动作如风 秦神司反应极快 朝后退了一步 避开他的攻击 然后转身一个反踢 墨绝抬手一挡 直接将他的腿往上一抬 朝后一推 秦神司想撤回 推出去的腿 可被墨绝一把禁锢住 没有一丝空隙 整个人就那样被墨绝 用膝盖撞击他的腹部 被弹飞出去 狠狠摔落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台下的秦幻心脏猛然一缩 轻孔地睁大眼 他打不应墨绝的 秦神司趴在地上 拧起一抹笑 却是在对自己而笑 他笑什么 想被打死吗 墨绝也似乎察觉到了 刚才秦神司恍然下 是因为看到了 擂台下面出现的秦幻 眼睛朝秦幻一瞥 只见秦幻就那样 盯着趴在地上 慢慢撑起身体 站起来的秦神司 直视着墨绝的同时 漠然眼前一片模糊 怎么回事 他的眼睛怎么了 秦神司眨眨眼 想看清墨绝时 可下一秒 墨绝又换了招式 跳跃起来 以上朝下地攻击他的头部 秦神司面色一正 反应还算快地 身心一偏 躲过他的攻击 紧接着 与他面对面的 交起手来 墨绝又拳 朝他的面门砸来 他朝后退 最后被逼得 推到后面的柱子上 看着那一拳 就要挥到自己脸上时 他默然弯下身子 让墨绝手上的动作 扑了个空 见秦神司又躲过了 墨绝眯起眼 难道你就想这样 一直躲吗 两人从开始到现在 墨绝就一直在保持主攻 招招狠毒 而秦神司除了躲 就是硬生生地被挨打 难道从一开始 只是在试探自己 秦神司站直身体 看着墨绝那愤怒的俊脸 秦神司健壮 目光一凝 上前一步想要攻击他 就在他欲要迈步上前的时候 身心一晃 整个人像失去重心 就那样朝前一轻 摔了下去 墨绝以为他又要玩什么花招 跳起一个左勾拳 就落在秦神司的脸上 然后拽起他的肩膀 用膝盖不停地朝他胸口 攻击无数次 秦神司痛得皱眉 无力地使不上力气来 他不能放弃 死都不能放弃 龙峻苍白的脸上露出狠意 挣脱墨绝的禁锢 然后一脚朝他的小腿上踹去 墨绝没想到他还能反击 伤成这样了 还有力气反抗 原本以为 秦神司迟迟不出手 是想留什么后招来对付自己 没想到 他竟然弱得这么不堪一击 你对我妹做的一切 我都要从你身上 一点一点讨回来 擂台上 秦神司听到墨绝嘴里说的那句话时 面色一变 他说什么 妹妹 秦桓是他的妹妹 怎么可能呢 墨绝见秦神司那疑惑的表情 手指钻紧 又冲了上去 这一次 他主攻秦神司那受伤的腿部 秦神司见墨绝斯发现了自己的腿有伤 他一边闪躲 一边质问 你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秦桓是我妹妹 我找了她十五年 墨绝眼神犀利 秦神司 我要你把欠她的还回来 秦神司闻言 就停下所有动作 逼顶地站在原地 甚由墨绝那攻击过来的一拳 就干净利落 挥在她脸上 然后紧接着又是一脚踹在她肚子上 将她整个人踹飞出去 是的 她欠秦桓的 她该死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所有人都诧异不已 刚刚还那么激烈 怎么突然间秦神司就放弃了 还击和闪躲了 墨绝并没有因为她的退让而放手 而是拽起她的肩膀 一拳又一拳 挥在秦神司脸上 血 从秦神司嘴角流了出来 洛白月看到情况不对 朝台上怒吼一声 阿神 明明打了那个药 不是应该会昏倒吗 为什么不见秦神司昏倒 不昏倒就算了 为什么她还不还手 灵泽急得拽紧擂台柱子 她冲上擂台后 伸手就转莫绝的胳膊 莫绝你够了 你已经赢了 刚一碰到莫绝 就被她用力甩开 滚下去 灵泽看到莫绝那双血红的眼 吓得一致 这莫绝是疯了吗 竟然下手这么狠 秦神司的意志力到底有多强 打的那种药还能撑到现在 秦神司无视所有 轻声低问 你说的话 可是真的 你真是她的哥哥 莫绝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 而是松开她脖梗的手 慢慢站了起来 秦神司 我不想打死你 所以你输了 秦桓我要带走 而且你被下了药 你能坚持到现在 算是你运气好 她也发现自己被下药了 这莫绝果然不简单 秦神司也松开 拽住她的手 缓缓垂下 浑身无力 她静静躺在擂台上 心一阵去痛 而这时底下的秦桓 挣脱了季杭诺的禁锢 挤过围堵的人群 跑到擂台边上 看着那平躺在地上 隐隐一息 一脸是血的秦神司 心骤然刺痛 秦神司悲怆地看着秦桓 嘴角一直起 却一直笑 那笑真的是刺痛了秦桓 秦神司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她原本可以坚持下去 跟魔爵缠斗到最后 可是 当她听到魔爵说出秦桓 是她妹妹的那一刻 所有的坚持在那一刹那 全部瓦解了 就如魔爵所言 这是她欠秦桓的 所以她不还手 任魔爵那样往死里 奏伤自己 只有痛 才能让她觉得那么踏实 寄神司目光灼灼 一顺不顺看着秦桓 你 你自由了 秦桓 你不是想离开我吗 我 我放你走 她的声音暗哑 看秦桓的眼神 也渐渐迷离 她的心跳 像要停止一样 秦桓正正看着她 一颗心剧痛 秦桓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高高的擂台将她与她之间 拉得很远 像隔着千山万水 遥不可及 秦桓 秦桓被送到医院两个小时后 经过医生进行医治处理 她已经并没有大碍 听到她暂时没事 洛白月和林泽都松了口气 病房走到里 洛白月去楼下买了一些吃的回来 遇到了秦桓诺和秦桓 一见到他们两个人走在一起 一脸不悦瞪着两个人 你们还来干什么 秦桓见洛白月那么紧张 脸上没有多余情绪 阿深是我弟弟 我来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 弟弟 从头到尾 你有当寄生司是你的弟弟吗 他在上面被莫决 做得满脸是伤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还拉着他的女人 站在下面无动于衷呢 一听这话 秦桓脸色一沉 他抿唇不语 为什么听到洛白月的话 他的心像被掏了个洞一样 隐隐作痛 秦桓诺文言一正 他也冷冷勾起唇角 我来这里 是想跟他确认一件事 他在房间里是吗 那我自己进去找他 洛白月进秦桓诺说完 就迈步走了进去 冷声低后道 等等 你们两个不要太过分了 阿深差点就被你们打死了 既然你们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请放过他吧 这一切都是他在自导自言的苦肉系而已 他那么聪明的人 会做这种没有一点把握的事情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你也应该知道 我想说什么 他给自己注射了药 至于是什么药 我就不多说了 听到这 洛白月脸色更难看了 他现在还躺在里面没有醒来呢 你是他哥哥 他曾经为了救你拿出自己一半的骨髓 你有感激过他半分吗 现在连和外人对付他 想夺走他身边的一切 季航诺 你可真狠啊 季航诺最不想听到骨髓的事 继生死救过他 他并不否认 你说错了 我并没有做伤害他的事情 一切选择 都只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而已 既然你不让我见他 那我就不见了 只要他安然无恙就行 他很安全 很晚了 我送你回酒店休息 秦桓谋色一闪 点了点头 林泽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 正开门走了出来 秦桓心念一动 下意识地迈步走过去 一只手却拦了过来 是洛白月 请你离开 在季生死没醒来之前 秦桓最好别出现 他一出现 以季生死那倔强的脾气 还会放他离开吗 秦桓健壮 他没事就好 但默地说完 就要转身离开 漠然间 病房里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们是谁啊 我怎么会在这里 灵儿 灵儿 你在哪里啊 闻声 所有人都一脸惊诧 秦桓听到他嘴里 换着灵儿两个字 心猛然一致 台眸就看到 寄生死穿着病服 从屋里走了出来 他脸上残留着伤 他就那样走到秦桓面前 姐姐 你看到东方灵了吗 他扎了两根辫子 眼角还有一颗泪质 姐姐 秦桓一愣 满脸的震惊 你不要再演戏了好吗 他到底又在装什么 什么姐姐 什么东方灵 他是傻了吗 演戏 寄生死脸上浮上一抹疑惑 眼睛朝他几个人一掠 确实一个也不认识 他脑子一片空白 在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穿着的病服 不仅如此 诶 他的身体怎么长高了呢 他才十二岁不是吗 他在做梦是不是 他为什么在医院呢 这些人都是谁啊 这个女人是谁 看着怎么有点熟悉 林泽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他是不是注射了那个药 起了反效果 阿申 不管他们两个人 我们先过去那边做检查好吗 寄生死眉头紧锁 你又是谁啊 检查什么呀 我身体好得很 你们都站在这里做什么 吵死了 走开 他的语气跟一个几岁大的孩子一样 情绪波动很大 所有人都愣住了 林泽看到了寄生死冷漠的眼神 一脸担忧 阿申你别吓我 我是林泽呀 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不记得了吗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但我和阿月都陪着你的不是吗 寄生死诧异地挑起眉 阿月 又是谁啊 当她的目光望过来时 秦桓的心猛然一跳 她怎么连洛白月是谁都不记得了 难道刚才和末诀搏斗 伤到脑子了不成 洛白月瞅着寄生死看秦桓的眼神 上前一步跨到她面前 我是洛白月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该清醒了 别再一错再错了 寄生死因为他们的话 眉头微微皱起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走开 别挡着我去找灵儿 她不耐地说完 就朝电梯口走去 灵泽闻言面色一身 你找的人是不是同房里 寄生死身形一僵 缓缓侧头看着灵泽 你知道她在哪里啊 我知道她在哪里 我是她的朋友 我叫林泽 她说有事要去办 让我留在这里照顾你 陪你做检查 我们先去做检查吧 做完检查我带你去找她 寄生死亚然地看她一眼 既然她知道东方林的名字 就证明她没说谎 那好吧 突然 七豪诺似乎看不下去了 寄生死 你又顾忌重施什么 你演戏也该有个度吧 这一次又一次地重蹈覆辙 你目的是什么 闹失忆是吗 这个把戏未免太小儿科了 秦桓听到季航诺这样 理直气壮地质问着寄生死 他没有阻止 寄生死看了眼季航诺 满目疑惑 陆白月面色一冷 季航诺你闹够了没有 这里是医院不是你家 他生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们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你们两个可以离开了吗 你们不觉得你们两个人 站在这里显得很多鱼吗 这次季航诺没说什么 既然寄生死已经没事了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也达到了 他拉起秦桓的手 花儿 我们走 秦桓被季航诺就那样拉着 朝电梯口走去 寄生死站在原地 湛蓝的谋暗忧 看着林泽一脸好奇地问道 那个姐姐是谁啊 拉着他边走边说 一个不重要的人 我们先去做检查吧 不然一会儿东方林回来 见你没做完检查 他可是会生气的 哦 季航诺应了声 然后乖乖跟着林泽去检查室 骆白月看到季航诺这副模样 脸上的情绪深沉了几分 从医院离开后 季航诺开着车载着秦桓离开 秦桓一直没说话 整个人精神有些低落 心脏那个位置像掏空了一样 空落落的 七航诺见他一直闷闷不乐 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他 还在想阿申的事情 他没事就好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秦桓突然深吸一口气 你刚才说了那些话 是想试探他呢 还是想让我误会什么呢 闻言 七航诺一阵 突然间 他就将车停在路边 他解释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怕他又在演戏骗你 是吗 不管他是演戏 还是真的失忆了 都跟我没有关系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瓜葛和纠缠 谢谢你陪我来这里 他的话让季航诺心里一阵踏实 我们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 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弟 他伤得那么重 送到医院里 身体本来就有伤 还要强行打那种刺激的药物 他身体一定会遭到反噬 他还活着 就是万幸的事情 希望他只是演戏而已 并不是真的失忆 秦桓不语 季家和自己之间 季生司还是选择了季家 这样也好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三天后 季生司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因为他注射了刺激性药物 才会导致他身体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他的记忆就退化到了十二岁以前 之后发生的所有事 他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 医院病房里 季生司静静坐在床上发着呆 这三天里 他终于把事情都搞清楚了 林泽跟他说 他病了 病得很严重 他失去了记忆 他只记得十二岁以前的人和事 而十二岁过后的事 他几乎都不记得了 包括他和洛白月 他们是上高中那会儿才认识的 而东方林已经死了 死了很多年了 他已经回了季家 把骨髓换给了季航诺 也就是那天在医院里 说他演戏的男人 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 同父异母的哥哥 关于秦桓的事 他并没有细说 只是大概的提了这么一个人 这一刻 季生司不知道自己 接下来要做什么 又该何去何从 突然房门被人推开 洛白月将手中买的汉堡扬起 嗨 还以为你在睡觉呢 没想到你在看窗外的风景 季生司不知洛白月心里的想法 他眸光一声 说道 帮我办理出院 我要去一个地方 你要去哪里 我想去看看东方林 对了 你不是说他妹妹东方墨 也在这里吗 让他过来找我 听到他的话 洛白月也暗自松口气 行 我这都给你去办 下午的时候 季生司一个人上山去看东方林 林泽留在车里 到了墓地前面不到十米的距离 季生司停下脚步 远远望着那站在东方林墓碑前的人 不正是秦桓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他也认识东方林吗 这头 秦桓想在离开之前 看看东方林 来了这里才知道 东方林已经下葬了 是前两天 季生司安排的 所以他就来到墓碑前 跟东方林道别 一切的一切 终于结束了 而他想转身离开的刹那 却默然一致 看着站在对面的季生司 他怎么来了 季生司敏紧搏唇 狐疑地走过去 你也是灵儿的朋友 听到季生司温柔地 唤着东方林的名字 秦桓正正站着 脸色微微一暗 是呀 我跟他在孤儿院相处过一段时间 所以来看看他 哦 季生司对他说的话 并没有怀疑 然后就迈步从他身边越过 走到东方林的墓碑前 有太多的话 太多的疑惑 让他突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 好好的怎么就出车祸 好好的 他怎么就离开了自己 好好的 他怎么就失去了之后的记忆呢 他要怎么办 才能恢复到以后的样子 秦桓健壮 余光黯然 而他站在这里 也显得那么多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